Moon Watch 之所以能夠照耀整個手錶的歷史 除了登月錶 阿波羅十三也是居公智慧的 當然很多太空計劃 阿波羅十三是其中一個最多人傳送的故事 在一套人類術 有一隻Liu Old Stock也是在廚窗睡了很多年的手錶 想不到就被一個收藏家扣入了 看到微黃的index 但最特別是它的標誌仍然是七彩如色 有很多已經脫色 這隻很明顯沒有被強光不停照射了 十幾二十年的狀態 保持出廠的狀態 有些人說為何配這條帶 網上搜尋資料有另一條帶 其實是有兩個transition period 大家就不需要太擔心 有部份去了外國市場 是配這條比較劣質的帶 但也沒有人會理會 因為看到一隻接近完美狀態的 阿波羅十三也都是進入拍賣行的質素 現在一隻 普通的上一代的Silope 都七萬八萬 這隻有了盒子的阿波羅十三 不是說它值不值多少 而是我覺得 它不十分一隻 可大性高 值得收藏的Moon Watch 不用買那麼多Moon Watch 有時候我覺得一隻好的LIMITED 或者一隻有美麗的彩色Logo的Moon Watch 是最值得收藏的 多謝大家